这不审 就不审了吧 大人 刘毅回来了 先生 好 快 给他弄碗水喝 好 刘毅 来 没拿着 胡说 拿来 你还真是神经妙算呀 皇上 听说您要重审讲一真案 不审 难以凭天下之议论哪 不是已经结案了吗 朕觉得这样子结得有些不妥 那臣斗胆问一句 有何不妥呀 再怎么说 就算是咱们自己的孩子 也得该怎么审就怎么审 这宫里宫外都看着呢 皇上 微臣不过意 就是听凭您的安排 才逐审此案的 所以说的公正啊 不能给人留话罢 得让人家说话 知道什么叫 兼听则明 偏信则案吗 那皇上的意思是 请 京城的 齐老式身 都来听审 恍然 既然刘伯温他有话说 那一臣看 还是让他主审这个案子吧 这样呢 既彰显皇上天下为公 不计前贤之气度 又让那些心怀剖测 胡言乱语之人闭嘴呀 你说说你 那不管怎么说 刘伯温是原告 朕也还算是个被告呢 还得你来审 是 是 皇上 升堂 升堂 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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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元告上堂 带罪之臣刘伯温 拜见皇上 一律明告官 不问情犹 一律先仗则二十 刘伯温 你以臣告军 同样是以下犯上 又当如何处置 律法非是为私人锁定 李大人 依律而行 臣请皇上示下 这堂朕也是被告 哪里有被告 要求打原告的 刘伯温 刘伯温 那你自己说说该打不该打 贵贱平等 法无例外 当然得打呀 反正刘某愿爱 请李大人用刑吧 这个 这个 王大人 这该是你刑部的事啊 本相不好 狱祖带袍 王大人接签 丞相 这可使不得呀 怎么使不得 这官签历来都是谁闪谁拿 谁拿谁签呢 下官可接不得呀 谁要是接了这签子 那就得亲自动手去打 我这尚书行刑 有失官威呀大人 接不得呀 那你不接签 难道要本相自己去打吗 这 丞相 这差事 应该是衙役们干的活啊 混账话 在皇上面前 你我谁不是干些杂事 琐事的牙医呀 哎呀 不是说过了吗 今天这堂上没有皇上 只有被告 刘伯温 再请李丞相用刑 你打人的不急 你个挨打的你急哪门子 天儿不早了 一会儿还得过堂乘送哪 快快快 好啊 牙医们 在 且慢 民女有话 皇上先说 还是让原告先说吧 原告先说 刘大人说爱因民女而起 民你愿意替刘大人受罚 你是你 他是他 这个替代不得的 哎 就你这身子 可还受得住账责 死都死过了 还怕账责 哎 你这个女子放肆 你状告皇上有何证据 证据在此 刘伯温 本相还没问你 你那个板子还没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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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宋连怎么说的 大臣应留体面 这板子全且记下 改为伐奉半年 臣谢皇上开恩 朕还没说完呢 别急着谢 自掏腰包 再缴文印五百两 进国库 是 那 别糊弄朕啊 朕可要成色足的 是 不打了 不打了 下面人挺好 带被告上堂 传被告上堂 这 这 这可没完没了了 见过皇上舅舅 见过丞相李大爷 跪下 我 我 跪 跪就跪 皇庆跪了 我上不跪天 下不跪地 就是归我皇上舅舅 今日来啊 在这宫堂上 朕就不是你舅舅了 不是舅舅 你还是皇上 是皇上 那就还是舅舅 少说话 今日啊 朕和你一样 都是被告 什么 谁要那么大胆 舅舅 你告诉我 外事给你报仇 你这死要敢再多罪 定打不饶 不说就不说 皇上啊 下面该是 刘宝温 你问吧 是 人犯王静 我来问你 打住 人犯 我怎么就是人犯了 还没审出我有罪呢 我怎么就是人犯了 刘宝温 问话不能先入为主 跪下 那他们怎么不跪啊 单叫我跪 我再说一次啊 再胡说话 给朕长嘴 刘宝温 说吧 是 王静 我来问你 你嘴上的这伤 是如何来的 吃东西 划破了 吃什么划成这样 你管得着吗 您是问案啊 还是问痴啊 琐碎小事与本案无关 不 事关人命大有关系 皇上 问吧 王静 据我所知 你这伤 乃是被人咬所致 谁咬的 谁又能咬到这儿啊 各位 各位 可以看清他这伤口的形状 鱼盒的部位 这分明就是一圈牙印啊 牙印 猫咬的还有牙印 狗咬的还有牙印呢 刘宝温你如此推论 可有证据啊 所咬之人已死 人都死了还怎么证明啊 人死了还有其他相关证据在啊 好好好 那我问问你 一个死人他怎么就把他咬了 是 据我所查 王静 你调戏民女 与人强行皆纯所致 皆纯 谁皆纯了 那女子是因与她丈夫通奸 被人揭露 羞愧而死 人咬牙印 自与别物不同 我就说是猫咬的狗咬的 我就是个猫皆纯和狗皆纯 你怎么着啊 有本事你再找一个人咬我一口试试 看看有什么不同 皇上静焉 这就是牙印 还牙印呢 咬了我一块肉去 我生吃你的肉 喝你的喜 也难见我心头之恨 这成何体统 男人赶快把他拉戏给我打 门 你又要替他讲情啊 他扰乱公堂 伤害被告 诸位可都是眼睁睁地看着呢 你还有何话可说 此女所为乃是为了暗证 再说他重伤出狱 再这么拉出去打 人死了这案子还审不审呢 这仗则全且记下 暗后追究 继续 他没事 我可是不行了 疼死我了 破伤风了 娘啊 你走得早 孩儿我这就去找你了 皇上舅舅让我给你带个好的 皇上 被告伤众应该退堂啊 皇上 王庆虽是被告 但 那也是黄金国戚呀 真要有个好歹 谁担这个责任 娘啊 儿子还小 你就走了 现在儿子被人欺负 没人听我说话 好了 好了 来人 先把王庆带进去 服药疗伤 调戏不成 那女子含羞上吊 王庆又心生一计 他返屋那女子 与蒋玉珍的丈夫好倾田有奸 借刀杀人已除后患 而后各级官府 枉法寻思 你说他们没通奸 我就说他们通奸了 既然各说各话 那就各出所证吧 人都死了 子人不能说话 这是诬告 人虽已死 证据还在 你逃脱不了 有证据 你拿出来啊 我问你 你说那女子长期通奸 就差没生个孩子 我却说那女子守身如玉 一直是个厨女 证据呢 是啊 证据呢 刘伯文 有何说辞 启禀皇上 为了本案 刘某曾亲自到该县检查 则呈县令开关验尸 查出那女子至死都未破身 那个县令呢 可传上唐来回话 死了 死了 我天 怎么又是死人证物啊 我是在阴藏地府里打官司吗 放肆 掌嘴 李战长 你先替朕 打他两巴掌 换上 这我恐怕 这个不合适 换了别人也不敢打呀 就你了 给我打 那 我就 那 我就 这 这 微臣还是觉得不合适 朕让你打 你就打 王强 这可是你舅舅让我打你的 你 没用力 给我使劲打 你 你 那 你 你 你 皇上 这行吗 娘 你看我皇上舅舅 让人打我呢 在我大明 无论是何人犯法 一律主之 该打就打 该杀就杀 没有二话 刘伯温 量证据吧 回皇上 臣已说过 那个县令 已经死了 你不能老拿死人说事啊 一道的紧要关头 人证据都是死的 你让我这个案子怎么断呢 那县令 可是被你带回京城的 人是死了 可是死在你手里啊 众所周知 他是死在了上堂之前 死在了刑部衙门 怎么能说是死在我的手上呢 确切地说 这个县令乃是本案重要证人 是你把他从我府里带走的 并未到堂便死于非命 算不算死在你手上 我 好了好了 为这事你俩就别再斗嘴了 你不是说有证据吗 拿出来啊 启禀皇上 出示证据之前 臣有一情 说 皇上 在李大人把那个县令 带走之前 该县令良心发现 把所有案情记录下来 交与刘母 皇上 此案重大 牵连众多官员 将来一旦查起来 恐怕有些官员会遭到处罚 你这到底想说什么呀 皇上 这个县令本人也涉案太深 况且 犯有重大连坐之罪 不过皇上 恳请念他有戴罪立功之情 涉他全家 你说你这个刘伯文哪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怎么着呢 倒替别人求其青来了 事关本案真相 恳请皇上恩准 准了 你快把证据拿出来吧 铁证如山 望请皇上明察 嗯 铁证如山 望请皇上明察 你把证据拿出来 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这立志看来是非要整治不可 你 还有你 你小的不是个东西 你看看你自己干他这些好事 我 我干什么了 我在家分不守法的 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啊 是你呀 写我就是我 我还写我在家持在念佛呢 那县令已死 哦 这还不又是个死无对证吗 启禀皇上 本案涉及众多官员 所涉及官员 个个都是旁证 还是美人出面自证 怕是难以服人哪 我还说 这就是你刘伯温自己写的呢 早就知道你有这么一手 来呀 待人证 这 这 明儿啊 什么都想到了 才就偏偏忘了她 舅舅 我全招了吧 我是贪财了 我是余色了 我也栽赃了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 可是那女子是自尽了 谢令栽赃 你可专通 对 是自尽了 她是自尽了呀 人又不是我杀的 再说 栽赃于那好青田 怕她死罪 也是那县令 为巴基我 而有意为之啊 人又不是我杀的 我就是有罪 也罪当不死啊 真是个无赖小子 到现在了还抵赖啊 我 我没有抵赖啊 我真的没有杀她啊 刘大人 你还有什么证据啊 我问你 你真的没有指使 那个县令杀人 我没有 是那贪官为巴基 我自己干的 我的事他愿意拐 干我什么事 放肆 好好说话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真的没有指使 那个县令杀人 我没有 好 刘易 小民刘易 前往常都县令家中 搜出这封 王庆从京城 写给他的亲笔献语 现转成皇上 王庆看到蒋玉珍前来京城告状 他自己也跑到京城前来求情 他修下书信一封 主夫那个县令 让他用毒酒毒死同伙好张事 杀人灭口 那县令毒死好张事之后 并没有按照王庆的主夫烧掉这封信 而是把他藏到了地窖里 来到刑部之前 为防不测交给了刘某 皇上 信上笔记字尽 都是王庆所为 上面附有一张 他在县里亲自写的契约和收条 请皇上勘验 真是个逆障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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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是杀人了 舅舅 您在我死去娘亲的份上 您就饶我一命吧 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你让朕怎么饶你 舅舅 大明有律 杀人者 死 皇上 本相记得太原长公主府上 有皇上亲赐的铁券丹书 对了对了 我爹说过 那 那可是免死牌呢 由此一说 皇上可免王庆一死啊 外甥给舅舅磕头了 好 那你死罪可免 活罪难饶 哦 发配充军两千里外 欲射不回 此贼不死 民女不活 别人到死在这儿 你 拦住了拦住了 皇上 刘伯温 免死铁券总还算数吧 敢问皇上 王庆家有几部铁券丹书啊 一部还不够吗 一部只抵一命 此案 直接死人三个 间接死人两个 我问你 一部铁券丹书 你准备抵哪个呀 谁说就抵一命了 谁说就抵一命了 我是皇庆国戚 我铁券丹书 我就是不该死 你该死九次 下十八层地狱 启禀皇上 此案牵扯官员众多 将来一旦神起来 沙头抄家 充军发配不在少数 一个主犯活得逍遥自在 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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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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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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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跟你说了 我找我皇后救发去 皇后救妈 皇上 我舅舅要杀我呢 先把人带下去 皇后救妈 皇后救妈 你过来救我呀 你要来晚了 我就去找我娘了 秦皇上 柳伯温 你不是还要告朕吗 皇上圣明 皇上明察秋毫动落观火 且秉公无私 皇上 是 皇上 repeated 好 谢皇上 刘大人看什么呢 丞相 皇上要你我奸斩王庆 现在可已经到了五十三刻了 怎么不见人犯呢 你急什么呀 那王庆虽然犯了死罪 但终究是皇庆国庆 得给人留点体面不是吗 不能让那些围观的老百姓 随便羞辱啊 是丞相安排好的 不管怎么说吧 人犯就在附近 时辰一道立马入肠 怎么该来啊 怎么办 还不来 就是啊 还不来 来来来来 是不是来了 是不是来了 真不容易终于得到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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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了 来来来 来来来 王庆虽然 不一样不一样 是假的 是啊 算是怎么闹了 是 来一方 快呀 别看一样不一方 怎么现在啊 还不过他们呢 王庆虽然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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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大人 犯人压到 有请验名正身 一人验过了 真是真的 真是 法场听令 即刻开展 是 慢 丞相 怎么了 刘大人看清楚了吗 这 皇上已然验过了 工人听令 在 即刻开展 是 不能斩 好 好 丞相 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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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 丞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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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好老六 好老公公 你们都看见了 刘大人给你们报仇了 感谢大人 感谢大人 让我丈夫和公公在酒泉之下瞑目 您的大恩大德 比您难以回报 江玉镇 刘某 身为阎官 惭愧之者 感谢大人 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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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劝你啊 还是带着孩子 远走他乡 走得越远越好 大人 杀了一个王庆 他的亲属找牙都还在 难免会报复 我明白 这是露银和一点碎银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你在外地有亲属吗 民女有个妹妹在湖中 好 那就一路珍重 谢大人 嗯 小子 闪人 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你给我闪人 我这是公事儿 不认识我是吧 那你认识他吗 那能说说你进宫是为何公事吗 这也是你能问的 耽误了公事哪你试问 起开 嗯 这么狂妄啊 去 这皇宫也忒大了 皇上到底住哪院啊 小兑 啊 哎呦 你们谁啊 你们大胆 笑 我有牌子 老实点 大胆 你们这帮臭太监 走 不是天高地厚的东西 放开我 公公 放开 咱我办公事 小爷会让你们吃不了 都着走 什么事啊 要跑到咱这后宫来办 说说吧 哪来的 都见着牌子了还不放人 等小爷我待会见到皇上 皇上 你怕是见不着了 阎翁爷 到时等着你呢 不 怎么着 这牌子不管用了 刚才小爷我 在东宫门一亮 他就进来了呀 两回事 这儿是内宫 除了皇上 没有一个代半的 能进得来的 东宫门 你是进来了 可是 守门的警卫们 早就把你进来的消息 传了个遍 你要是真去外朝房办事的 也就罢了 知道不 好多人在高处看着你呢 那就麻烦你们通报一声 我是来找皇上的 就说我刘姨要见他 好大的口气啊 皇上也是你随便找的 尊姓大名啊 我去给你通报一声 那你们就洗好耳朵听着 小爷我原来姓乔明啊 是宋代该帮帮助乔峰的后代 现如今被皇上 赐给刘伯温大人做跟班 连小爷我这个名字 都是皇上亲赐的 孩子们 有 这小子满嘴胡扯 得先教训教训他 先给我尖尖地打二十板子 要找到肉厚的地方招呼 可是要听见响儿呢 打 你们狠狠地打 你们这把死太阶 打 打狠狠地打 死太阶 住手 娘娘 见过娘娘 怎么回事啊 回避娘娘 娘娘 马娘娘 我是刘伯温大人的跟班刘毅 咱见过的 您忘了 见过 在景参殿 珍珠翡翠白玉汤 我做的 我想起来了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娘娘 我偷了我家先生的牌子 来找皇上有个事说 这事还非得我出面不可 好吧 跟我来 刘峰啊 刘峰 来了大人 大人 看见我那块龙牌没有啊 龙牌 什么龙牌啊 龙牌 就是进宫用的那块 哦 那牌子 谁敢动啊 哪儿去了 刘毅回来过没有 打法上回来 就没见着他 坏了 坏了 哦 当朋友 换上龙牌了 就翻脸不认人了 行了 那刚才要不是本宫盼见你 你小命早就没了 小子歇过娘娘 你小子还算讲义气 我喜欢 我也不能就这么白瘦你这个头啊 送你点什么好呢 把脚伸出来 我看看多大 哦 好 跟我的脚差不多 我呀 就送你一双 我亲手做的鞋 你不用试啊 我这眼光差不多 这鞋啊 穿上整根脚 谢谢娘娘 可这也不是官宣呀 这鞋 结实着呢 在我们老家 叫踢死牛 穿上啊 好走路 小子就先告辞了 出来久了 我怕先生挂你 我走了 等等 还差点忘了 到底还是想 赏我点像样的东西 这是刘伯温 送来的他家乡的青田石雕 小兄弟 你把这个 替我给他带回去 我家先生都送你了 你怎么能让我送回去呢 哎呀 你就别问这么多了 把这个东西 也一起 都给他 真抠门啊 记住了啊 就这 别好意思拿出手 听见没 听明白了 娘娘 您要是实在 没什么别的 赏的了 那小的就真走了 走吧 娘娘 那个 您这皇宫 也不是说来就能来的 咱们以后可能就见不着了 娘娘您人好 小子就再给您磕个头吧 哎呦 免了免了 别再把东西给我摔了 来人 娘娘 把这小子 给我送出宫去 是 娘娘那我就先走了 走吧 你 走啦 到底是个孩子 娘娘 还给了你什么 哦 还有这双鞋 说是穿上它好走路 说是穿上它好走路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这桃就是桃啊 再加上这几颗枣 就是早点桃 还有这双鞋 就是让我穿上它和先生一块走 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哦 先生你早想到了 是不是 看来娘娘和先生想到一块去了 娘娘那个人看着就面善 心眼好 我跟娘娘说了 已擅长法场调包的事 娘娘说会转个皇上 但愿吧 恩离 han 臣积眼 臣积眼 至陛下 阔苍山里昭 转顺十余年仪 所蒙恩典无数 高管厚务 惠吉相礼 虽白死不报万亿 自当劫草闲还 安前马后 劫履于大明济 以偿陛下知欲之恩 无奈丧鱼一晚 夕阳迟暮 长叹力不从兴 加之惊妻并慎 思乡请妾 数番弃请 臣送妻归家 斟酌再三 军之天恩游有报时 夫妻伦长绝别有日 故惶恐请辞一切冠决 复为陛下恩准 不胜感激涕裂 臣刘伯温再拜顿寿 你指刘伯温请辞 不准 特许返乡省亲 实现七个月 且随时听诏回京 人生五百岁 百岁富如何 古来英雄士 各里归山河 古来英雄士 可恶归山河 是什么 我愿意 我愿意 古来英雄士 向前有一点 我愿意 有没有 当往事 离尘永远的传说 那传说依然洒脱 都说那传说 真假难说 其实这传说 是把老百姓的 诉求许说 你传给他 他传给我 你传给他 他传给我 人说舍头底下能压死个人 我说舍头底下也能传说 传说出 传说出 那奔腾不息的唱歌 你说舍头底下能压死个人 我说舍头底下也能传说 传说出 传说出 那奔腾不息的唱歌 唱歌 那奔腾不息的唱歌